在該系列的影片之中 我們會逐步模擬威少Russell Westbrook的這顆生涯 他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裡面的其中兩點 例行賽MVP 拿到一次總冠軍 又或是99評分 到底Russell Westbrook能不能擺脫臭名 並且重版巔峰時刻呢? 歡迎你來自我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Russell Westbrook回望生涯模式 那來上支影片之中的話 我們終於是獲得了2023-2024賽季的總冠軍 並且最後的F5MVP是給到Russell Westbrook 原本我在想說那支影片之後 其實基本上已經算是可以結束了 不過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是因為我想要的是例行賽的MVP 而不是F5MVP 那既然我們已經拿到總冠軍的話 我們就來力爭來挑戰一下有沒有辦法拿到99評分 再加上例行賽的MVP 那來本賽季的話我們的論 那來本賽季的話我們的LeBronChance已經來到39歲 並且評分來到93評分 不過我們Russell Westbrook現在的徽章已經來到43個了 這邊可以稍微來理解一下 進區惡霸跟格仁寬大師的話都是來到了金牌 那至於投降徽章部分的話 也最重要的中軍魔路師跟這個接球投籃手的話 都已經到達一個非常頂標級別的一個徽章了 那組織徽章的話更是他最重要的徽章啦 那這邊可以看到什麼必殺組合快攻發揮者 這些的話都已經來到了銀牌 那卡位大師跟籃板獵手的話 這兩個東西就是屬於他來專屬搶籃板的一個徽章啦 那可以看上個賽季的話 場均26.3分 11.3個籃板 8.84的助攻 還有一次的超級 大賽元次數的話是29個 並且正負值的話是僅次於當年拿下MVP的那個賽季 所以在今年的話我的打算是 我們直接在莫文道的季中 我們以加那個成績有沒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個例行賽MVP 因為畢竟大家前面排的人有很多 包含像有JamaRain 包含Lugadanchi這些球員的話 都不是能夠隨便超越球員 但是如果我一次莫文道的季末的話 我相信要拿下來的話可能還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先到季中 把所有經驗值加總下來 把他能力加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在莫文道的季末或許會比較有機會 那我們就直接來給各位看一下吧 那在剛剛經過20分鐘左右的計算之後的話 我們終於算出了 目前為止Ross West 獲得的經驗值的話 總共是 85,467點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把所有 他該點的索性全部都給加上去了 首先三分球 再差個3點 這邊的話就來到99評分 中距離跟投籃之上的話 我也就直接給他加滿 連連中距離也到99評分了 那罰球這邊也給他加滿 這邊加14點 那剩下的話點在投籃這邊 總共就加19點 這邊來到95評分 那如果還有4點的話 我們點在內線防守 發球也來到99評分 接下來我也要把上籃給點滿 點在這個原地灌籃 那目前為止威少爺上籃的話 也來到99評分 外防目前的話缺4點 那就老樣子 點在這個內防 超級的話還有22點 然後點在火鍋這邊好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超級就可以直接升到99 近距離投籃這個東西的話 我目前為止是真的沒有點太多 那我這邊的話也就繼續給他升 來到92評分 剩下7點一樣點在這個原地灌籃 啊那我知道為什麼他這個能力一直上不去 原來他投籃自傷這麼低啊 但是我的投籃自傷我已經給他交滿了 我是真的很難再動他了 好那我這邊把希望智商 跟這個檔菜防守 這兩個都可以加上去好了 兩名都19點 加起來總共38點 投籃自傷來到95 內防再加4點 投籃自傷來到99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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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希望智商這邊也要增加22點 哇很麻煩欸 兩個加起來總共21點 這邊來到98點 隨便再加一個 加力量 99 速度這邊還有5點 我們加力量 橫向敏捷度86 這邊加起來總共13點 哇真的是各種軟膜硬湊啊 好橫向速度來到99 最後了真的是最後了 控球這邊還要7點 持球加速度還要5點 這邊全部給他加上去 這邊總共加起來7加512點 還是沒有到99評分 還有什麼可以加啊 還有這個備身控球啊 來來來 何外加個5點啊 加在傳說智商上面的話 目前為止的話是89啊 就是最後的話還是沒有到99評分啊 那其實在技術交易的時候 我其實是想要把Russell Wesper 送回到奧卡哈馬雷霆隊的 因為畢竟那邊是他夢開始的地方 而他會忠誠的話 也受到當地球迷的愛戴 並且我也在社群之中 問了各位的意見 那看起來大家也是同一件事情的 其中雷霆隊與胡云隊的家一樣是這樣子 Russell Wesper加上這個Kelbert Martin 還有2029的2028的首輪選用權 就換Shun Gatrix Alexander加上T.J.Warrant OK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Russell Wesper 終於回到奧卡哈馬雷霆隊 那麼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繼續摸摸這三場比賽 來看一下到明星賽之前的話 我們經驗值有沒有辦法 直接拉到99評分 OK接下來我們交易玩到 三場比賽都贏了下來 並且我們總共獲得4590點的經驗值 所以我想要把干擾團 以及制造犯規給練到最頂 那麼這邊總共14點 123499評分 那我們終於讓威少華 成為聯盟頂級控局後衛啦 那麼今天的話就一起來 看一下明星賽的話 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吧 好啦 今天明星賽的話 就由Tin Luca來對著Tin Lamello 但主要是在於說 Luca當局以及另外一個先發控局後衛 可以看得很的話 都是處於受傷狀態 就導致我們Russell Wesper 就直接擠上這個先發 並且要跟LeBron James YES AT THE COMBO 以及Kevin Durant一起同隊 前隊友跟前前隊友啊 我覺得這樣還挺有趣的 我們就直接來進行今天的比賽吧 Kevin Durant還能跳贏911病欸 哇 果然是全民進賽啊 這個跳球都隨便跳的 來 吹啊 這邊墊步往後的一個三分球 拔起 球沒有進 籃板拿回來 Morraine 是你啊 來來來 翻身跳投送你 謝謝 Lainer 掉擋拆 這邊直接高調給內線 直接貨鍋送給他 我的把 謝謝 來 藍底下 上籃 唉唷 又被干擾到了 AQUIRLANDER 跳到藍底下 這邊想要給外線干擾 唉呀 信仰三分球沒有進 這邊 自己單打 Joan Bean 上籃 要個犯規 可以 來JAMORAN 喔唷 這邊直接晃掉了欸 藍底下 球被超回來 可惡 這邊有一個單打嗎 外線拔起三分球 直接來一顆 謝謝 好沒囉 這邊再回一個外線Lainer 三分球進 好球 來 雖然外線大控擋出手 拔起 沒有進 快Lainer 先一波擋拆 回一個外線JAMORAN 三分球沒有進 來這邊 幫Kevin多人執行一個擋拆 就還給我 欸是你啊 欸謝謝 而且拉開了LeBron 三分球 沒有進 JAMORAN曾經被 這個 說 打球像吃藥一樣 就是進行很多次藥減 但沒辦法 他就是太強了 你知道嗎 他現在的話也是來到98群分 阿 這邊再還給我 不過我現在 我基本上也是跟打了真 或吃了藥差不多阿 來直接一個翻車跳投 不過這邊 是直接被干擾到了 我再來抓到藍底下 上去要放過 謝謝 哇 今年的這個 迷信賽有點焦灼喔 就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就僅僅只有 這個 得一下9分跟5分耶 有沒有人 要打拆之後 直接外線上面就飆起來 結果他自己沒有進 LeBron 給我 內線再向小勾 哇 沒有 太高了太高了 另外139沒有進 YES 來幫我做個擋拆 來一下空間接力 直接 GET OUT YES 空中做一個拉桿耶 這難度之高 真的不是我要講 右掌藍不拉布 這邊再回Laner 一個翻身 哇 好球綠了 來回給我 這樣內切 籃一下 上籃 兩個犯規還行 好現在的話我們來到第二集啊 目前為止威少的話 等一下7分二藍板 一助攻啊 這邊全部交給我 來單打 來再怎麼樣的話 JAMORAN防守 應該也是頂不住 我的一個 破狼跳投 謝謝 YES YES 最後再回Laner 籃一下 喔唷 硬打耶 可以 來籃一下 上去 小勾 這就沒有進 來啦空間 可以可以可以 來 這邊直接傳給內線 哇 來內切 衝進去 上去 唉唷 大家打球 打得那麼瘋了是不是 最後還有JAMORAN 再給內線 唉唷 不是叫我對外決定病的話 我肯定是頂不過他的啊 籃下兩個人包夾 夾住了 MB再拿回籃板 這邊再上 我只能說全民一賽 跟一般打比賽不太一樣啊 你不太可能就是一個人 球員單幹到底那種啊 YES 一個翻身 嘖 這球 頭算挺標誌啊 但這邊就沒有進了 MB YABREA這邊 在 外線跳投 籃底下 哇唷 MB 很頂耶 哇這邊被包夾了 一頂才頂 太瘋了 該死了 下個擋拆 再給內線 哇呀 又派進去 還好還好 我這邊翻不進去啊 下個擋拆 OK 走起來 中頭 球進 OK 喔 Stam Curry終於來到場上啊 哎呀 內線接入 直接進去面 哇 哇這個跳是有過高啦 不得不說 再給籃底下 喔唷 內線 再上要犯規 居然沒要到 我那個已經是標誌性的要犯規姿勢了 又半轉身 藍底下 我有在拉 這樣可以直接被抓過 轉身之後 拉回來 上去要犯規 這個真的要得到啦 我其實沒有一直很想要犯規 因為畢竟是娛樂的打法嘛 但問題就在於說就是 情不自禁你知道嗎 9M病 外線一個三部球 拔起來這球 是Drozen 拿下籃板 這邊再給籃起來M病 哎呀 哇 外線三部球 也是能 這麼準的球 都可以補進 我的媽 那目前為止的話 15分四籃板 二助攻啊 不能說特別好啊 阿 JUMORAN 手一手 給到QRANNER 哎呀 完蛋 爆炸 欸我的板 沒事沒事沒事 籃下 再會有外線 JUMORAN這球也是沒進 可以 拿回來籃板 快點加油 哇 我們內線今天被X的乾乾淨淨那一種 欸 有檔拆 內線 直接進去上來 OK RAMELO 有檔拆 最後一JUMORAN 就走完進了 我其實民進賽沒有在判你們得分的 你知道 所以你們該得還是要得啊 來上次灌籃 可以 希望你也不要阻止我進去裡面灌籃啦 因為你是擋不住的好不好 超級 沒車到 攔一下 干擾到 人版的話是 壓力士拿回來 這邊要拉個檔拆 打七路灌啦 可以 哇今天我們直接 哇今天直接隔扣了兩個MVP大熱門欸 那我今天能夠隔扣這兩個MVP大熱門 這是不是預示著一件事情啊 今年我們就是要拿下MVP啦 來 外線Davis 這也是我的前隊友啊 回來那湖底的位置直接標起來 喔唷 來這邊幫我做個檔拆 來一下 直接隔扣 九九隔扣那個真的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有沒有人 那會有外線LAMELO 喔唷 這就還好 那現在的話 這邊我已經開始全隊載制能力啊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稍微拖延一點時間啊 轉燒啦來一下 要過去了 可以 再個檔拆 快跑 OK的 我有29% 還是能進還是能進的 這樣萬聖 完了這邊是要用這個力氣點壓過去是不是 啊完了 剛剛原本以為他要直接內線單打啊 結果我們想要傳給外線啦 來幫我下一個檔拆 拉回來給內線 OK 喔唷 好球 剛剛那球的話是19年的狀人跟榜眼之間的配合啊 好不好 這打起來也是挺帥的 不好意思 這樣就直接扒起來了 缺氧 夜夜的話就進入這個驟死戰了 好不好 來這邊 喔對位也是UK 拉出來 打進去 中距離 這邊再給內線 嗚呼 他還想搞欸 哇一個火鍋送給他 這邊藍底下再上 唉好球 來我們這邊的話要得105分成完遊戲結束啊 中頭 來一顆球進 因為我前面都要是控檔啊 結果很簡單啊 等一下 藍底下直接割扣兩個人 OK 對不對來他接我籃板啊 哇 快樂了加UK 兩個人 修個擋拆之後 燒到內線 再還給我 那我切到內線 裡面進去 那邊割扣你們兩個 唉 沒有藍底下直接火鍋啦 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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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繼續 直球 呼呼 你看今天籃球之後 哇 DAMN Tayton 這邊一個操結 直接拿下來 來球給 YES KUBO 呼呼 這邊直接一個被操結了 唉 但這裡的話是自己沒有這個才好啊 再轉身之後 中頭 媽 剛剛被9分比干擾到了 不過藍底下這邊我再殺進去 可以 只殺9分就可以結 只殺9分就可以結束比賽了 K10 球沒有進 唉呀是被 9分比拿回籃板 可惡 這個被孕 打不了不 再會外線 Jump and RAN 唉呀 哎呀上籃 這球 再拿下來可惜 可以 再干擾一下 藍底下這邊是直接 來啦 我們要Boss暗進去了 不過沒關係 現在是我們的這個 載智能力啊 現在都變成這樣子了 你要來嘗試一下 有中距離跳投 沒有進 L MOBI 現在直接隔扣 來幫我做個擋拆 他沒有發氣 他沒有要的放歸啊 可惡 來幫我做個擋拆 中距離跳投 有進 可以 你居然叫快樂來盯反我啊 這邊的話 交給你了 Yanis Atadou 這邊還有外線 然後Melo 然後Jump and RAN 這球進了也沒關係啊 外線三分球 哇 可以餒 Jump and RAN 這邊 拿下籃板 兩分 唉呀這球被擋得到 他們開始嚴加盯反我啦 最後上一球 來 不行啦他們這樣嚴加盯反我 但後面的話我發現我沒力了你知道嗎 還是用我比較會的打法 那一切 上去直接隔扣 哇 這邊再來一球 總之你跳投 球 沒有進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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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擋拆 那一切上去 又到了 這一球 那最後的這個MVP的話肯定是交給我啦 好不好 雖然我剛剛有一度被守到這個 整個沒有辦法打球啊 但最後比說106比102啊 恭喜 全民insight MVP 交給的是我們的 Russell Westbrook 恭喜 今天分享這件的話 也就是我們的威少啊 今天有非常非常多那種 隔人寬的精彩畫面啊 這不得不說威少 現在只要把T能拉上去啊 還是那個可以騰雲駕舞的 這個Russell Westbrook 那麼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那下一集的話就是我們Russell Westbrook 如果今天要再做一個再戰迷人場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更新新的系列 那也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支持 那我們到底有辦法讓Russell Westbrook 帶領奧科哈馬雷霆隊拿他總冠軍呢 那我們最後的話就拭目以待吧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positivity 我們下一個早期斗 那星大跟我們有什麼 稍為都 practiced 谢谢观看